太阳探电良心推荐 今天就厉害了 自从去年发了一期旁克庄西瓜的视频以后 受到很多旁克庄小伙伴的关注 今年有幸受到旁克庄西瓜研究所的邀请 我跟李老师我们两个一起 去旁克庄西瓜研究所里转了一圈 也看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西瓜 除了口味的不同以外 它的颜色也不同 今天就给你们展示几种非常神奇的西瓜 让你们见识见识 这些都是旁克庄本地种的 每一种都有特点 不是衣服 颜色的 现在这个西瓜都是这么包的 然后都是可以快递的 就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脆 我们已经都拆出来了 然后你们也看到了 它包装其实包的还是挺好的 然后这里头你别看是颜色不太一样 这其实是三种 这两个应该是一种 然后这个是一种 这两个是一种 比如这三个虽然都是绿皮瓜 但是它的形状不一样 这种就是细长 这种就是远古伦敦 然后这两个就是他们今年准备面试的新品种 然后先切这个叫L600 算是盘口庄最近这几年卖的最火的 种植量最大的高糖小西瓜 这都是昨天摘的 然后看看 就这个西瓜在北京卖的算是比较多的 这种北京产的盘口庄这边的L600 其实它的清香味更重 就非常的密 果肉非常的实 而且水分狂度 至于甜度测试的问题 不用问我 回头你们看Lila的视频就行了 我只是负责吃 这种高糖的水分特别多 它吃起来是那种清甜味 就不像我们平时买这种 什么麒麟瓜什么特别甜 吃完了整个呼嗓子 这种就不会 然后第二个 刚才那个是长条形的 这个就是地雷形的 这个就是绿皮黄蜜 哇塞你看那刀切下去 它都往外流水 这也是一种新品种 叫什么彩虹蜜 这比那个好吃点 就除了这种甜味 清香味 这个还多了一点 其他的味道 我也说不上来 但我感觉吃这个有点像吃那个精心一号 这种西瓜 其实它也不是大规模种植的 它的量也非常少 就是我估计一天也就有个十香左右 这个产量特别低 而且我觉得你形容不上来 那个应该是多了一点点果香 好吧 它不是多了甜 它是多了香 就是一种花香果香的这种东西 如果拿它跟L600比 就是甜度上两个差不多 水分含量是也差不多 但是整个这个瓜的香气 是要比L600大很多 就不是闻上去的那个香气 是吃到嘴里头汁水的那个香气 在口腔里弥漫的香气 就这种彩虹然的瓜 目前没有型号 如果你买的话 就跟它说是黄然的就行了 然后它跟我们平时吃的小凤 就是绿皮黄然那个还不太一样 小凤那个也是甜味重 就是香味少 这个就是甜味 没有那么甜 就真的不是呼嗓子这种甜 然后香味非常浓郁 然后我来说这个 这个就更少了 秧也就五六十颗 今年头一年实验的 像那个粉然瓜是去年实验 今年已经试中了开始 这个就是今年就是实验 我们好说再说 弄了点 黄皮红耳 对吧 你见过黄耳的西瓜 你见过黄皮的西瓜吗 这个就跟L600香气差不多 没有那个黄的香 但是这个皮的颜色 就这一块其实看起来好好看 尝一尝 它好硬 吃起来整个果肉非常紧实 这个就是样子好看 这大海沙的口感 真的不如另外那两种 实话实说 咱也不护着谁 对吧 很明显 前两块瓜的时候 吃完口腔里吃香甜的 是清甜的 吃完这个就真的是 嘴巴里面那个糖分的感觉很多 然后很护嘴 整个这个瓜吃起来 它真的就是这个感觉 特别甜 就像我们外边买的那种西瓜似的 它的甜度 包括它吃完以后 这个感觉就有点忽嗓子那种 但是这两种 它吃完了 就是你就会感觉非常清甜 特别舒服吃完了 反正我是这个感觉 当然您也可以觉得我是在盖货 我说的这么天花乱追 不过去年有买过的小伙伴 然后今年也给我私信过 问我今年还卖不买呢 我们正好也受到了人家的邀请 所以还是卖一买 对吧 点视频下方的链接购买就行 要是如果没有链接 就看置顶评论 然后这个R600 盘和庄出的最多的头茬瓜 四粒庄 大概108块钱 12到14斤左右 因为西瓜这东西确实大小浮动 河北省内包油 然后外地的话就得并付油费了 因为这东西确实太沉 十几斤的东西 然后两粒庄 相对来说大一点的是78一箱 然后这种彩虹芯的 128两粒 然后大概是7斤左右 但是它的味道是真的好 它的清香味 包括它的果香味 包括它这种清甜 这种口感其实都是很好的 如果愿意的话 还是可以买一买 然后另外一个 就不说了 你自己聊 反正有是有 但是量特少 而且它味道 确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 然后朋友中研究所 也是对外营业的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联系客服跟他们协商 采摘事宜 这都是没问题的 就是他们本身也是对外营业 而且真的有很多种 您去的话 还是能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品种 但是实验品种真的就很少 让不让您参观就不知道了 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吃西瓜 我们看一眼我们吃了西瓜片 跟着太阳哥吃吃又喝喝 左手小龙虾 右手大西瓜 拜拜